美國總統大選兩大黨只提名候選人花了將近半年 這段時間到底在做什麼呢? 就花大約一分鐘時間了解一下 無論民主或共和黨,參選人最重要的目標 是在全國黨代表大會獲得最多的黨代表支持 這樣就能得到正式提名,令自己的名字印在總統選票上 2016年,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7月舉行 但怎樣才能得到最多黨代表的支持呢? 就是經過地方初選 美國採取間接選舉制 首先在每一個州舉行地方初選 選民投給喜歡的參選人之後 各州黨代表再依照初選結果 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投票 2016大選最早的初選在2月,最遲在6月 通常不用等到最後,最終人選就會出爐 這段漫長的過程有一天是特別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超級星期二 因為歷日,有很多地方初選同時舉行 今年,民主共和兩黨各有大約四分之一的黨代表 會在這一天做決定 可以說是提名之爭的關鍵戰役 是選舉的 因為現在的將軍對抗獻 每個地方在這裡都在絕對 不可能是受不了 不可能是大一半 但是很久,因為這次孔白的 很久,再做手